华为都不可以用Google Map 我的App都用不到 还要买华为Map 华为不好了 那如果你也有这种疑问的话 那新年这个视频就是专做给你的 因为我会来跟你分享 如何去克服这些华为Google的问题 Hello大家好我是任意 那有看我的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其实我分享很多华为的那些产品 所以呢那使用过华为产品的朋友都知道华为的产品其实真的很好 那我们也不舍得不想用这种产品 因为他真的是太好了 其实我今天还是在使用这Map 20 Pro的电话已经差不多出了4年左右了 所以那个电话还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还是没有去更换这个电话 所以那既然他也这么好用呢 我们也不妨来想办法去克服这些问题 然后也让你可以继续购买华为的电话来使用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就是要来分享所谓的没有Google的问题 然后你还可以继续使用华为 那首先我们就来讲一下他有哪些大改变 所以根据现在华为的设备 所有的下载系统呢 他都不是在依赖着Play Store的 然后他 首先我来给你们看一下 没有Google的设备都是这样的 所以没有Google的设备 大多数你的设备都是 使用Harmonies OS的 系统所以这个Harmonies OS呢他就代表着你的电话是不会有 Play Store的 OK 所以我的 这个 MacPad11他是没有Play Store的 所以你看到屏幕上面你会好奇为什么会有YouTube还有这些 Google 还有Google Sheet 因为如果没有Play Store的话就代表你不可以用Google 然后没有Google的话就代表 你是绝对不可以用这两个软件的对吗 所以与其我们用Google Play Store下载软件现在华为我们现在只用bettersearch 所以bettersearch 就是 这一个 这个 那这个bettersearch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一直都在用来下载软件的 所以 按进去 那么他其实就是很像一个 all-in-one的一个App来的 所以不只你可以下载软件 而且你还是可以shopping 看这些很像 Lazada的东西 你可以直接倒过去那边 那如果你要讲下载软件 其实你就在 这边 然后你打你要的软件 OK 好像 我们下载Shopee 好 那你会看到有很多这些东西对吗 你只要选择这个App OK 那选择App过后你会看到有 Shopee 有很多种Shopee 但是你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 所以呢 坦白讲在新加坡就是你还是不可以用Shopee的意思 但是你还是可以通过网站来去 观看那个Shopee 这个还是没有问题 只是说那个App在 华为里面 Shopee还是不支持的 所以你看到这些都是可能外国的App 像越南App 还是什么 等等 那第2个下载的软件呢就是 通过这个华为AppGallery 它原装的下载 那如果你要怎样知道那个软件 是否已经是印证 100%可以使用的话 那你就必须来这边 看那个软件是否有存在这边 好那所以你进了AppGallery 后你会看到 其实很多软件都是可以使用的 像这些 Tiger Trade Trade 那些很重要的东西 Grab 我们都需要的 都其实可以使用的 可是还是有很多软件其实还是不可以使用到的 那我会再跟 说更多 那首先我要讲的就是如果没有Google Play Store的话 它也不是说不好 其实它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好处就是你的电话的储存 它不会再 被多余的Google软件 占据了 这样的话你的电话会腾住更多的空间 好像你就不会有多余的那些Google App 在旁边 什么 而你就是单单就是 靠这些App 然后来运作你这个 华为的设备而已 而且现在Google的软件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但是前提是 你是否能接受它许多这些限制和问题 所以你看到这些小小的logo在这边 那个App的旁边 其实就代表这个不是原装的那个软件 所以Google呢 它还是可以一样的使用 OK 所以现在这个是Microsoft 你按进去的话 我们来看看是否可以用Google OK 所以我打Google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还是可以 一样照常的使用Google OK 看到吗 你还是可以一样可以使用Google来搜索的东西的 所以不是说你不可以用Google 或者是那个问题 没有Google 华为不是 不能买 这种问题 所以现在我要讲的就是它的这个坏处 其实坏处是蛮多的 OK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就是这个battle search 那这个battle search呢 其实现在哦 你要花更长的时间去更新你的所有的软件 所以不像Playstore呢你可以一按 然后它直接更新到完 而这个battle search呢你得一个一个去更新你的软件 如果你要更新软件你要去这边 然后 然后download 按这个download 那你会看到这些软件呢 其实都是大多数都是apk 看到吗 apk 所以如果你要去更新的话你就要一个一个去按 而它是不会帮你直接更新到完的 这一点 真的是很非常浪费时间 而且也不好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坏处就是 特别的应用程序可能会不受支持 那我们要怎样知道它不被受支持 其实你只要去appgallery你就知道 好像如果你搜索一些重要的那些软件 就是很像银行 OCBC 我们搜索一个比较特别 OCBC business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OCBC business它旁边有一个闪电的logo在这边 OK 那这个 就代表这个软 这两个软件其实都不被支持的 而这个OCBC pay anyone 他是支持的 LINK 这些LINK然后Facebook这些等等都OK都可以支持 但是这个闪电就代表你是绝对不可以支持 如果你按open的话 他就会direct你去 他的那个website 看什么 direct你去他的website 而不是他的app 所以这一点就告诉你 你是不可以使用这个软件在华为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app 真的是对你非常重不重要 你只要去华为的随便一个电话 harmoniOS的系统来找一下看你这个app 是否有在这个华为appgallery里面 不然的话你 你买到的话你真的是浪费钱然后你不可以使用 然后也不知道他几只才会保证会有这个软件在这个华为的设备里面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政府的软件其实大多数已经是没有问题 其实说他有时候更新的程度是 延迟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 好像 如果你用别的电话 苹果 还是 旧的华为的电话 有用有Google Pay Store的话 他的软件会显更新 而华为的这些设备 用 使用harmoniOS的话 他会延迟 延迟就代表 你还不会 马上收到那个 更新 而那些用旧电话 还是苹果的人 他们已经是已经 更新了 他们这个软件 而我们 会有稍微的一点 延迟 所以这个也是 一个问题 所以很像如果你要马上用 银行的app的话 然后你没有那个 新的feature 使用 就这样 好那其实现在你已经知道了 Battle Search的华为AppGallery 是拿来下载软件的 所以 如果你要使用Google的app 其实 不是不可以 但是他还是有点限制 就是 假设 如果我使用 Google map 看到吗 如果 这个Google map是Google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进去Google map的话 你会发现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在这个screen里面 就是 你不可以sign in你的account 通常sign inaccount会在这边右上角的 可是现在你是不可以进入你的account 所以你就不可以拥有 看到你的save 这些东西 看到吗 所以你是App不到account 不管你这样按 他还是不可以 加你的account 所以这个就是 他的这个问题 你无论如何有 任何的Google app 在华为的设备 你都不可以sign in你的户口 所以你就不可以看到 你的东西了 好像你 突然间想要看到 这样 呃 这个地方 然后你要save 起来的话 你不可以save 因为你没有账号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他的一个问题 OK 所以现在你看到这个 第一个 我要讲的就是 gspace 所以现在华为设备 你一定要有这个gspace 不然你真的是 不可以function任何的东西 毕竟我们真的是很依赖Google的 所以这个gspace的程序呢 也是唯一一个理由让你 还会想要继续使用华为这些的设备 好那要怎么解决这些 应用程序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来讲就是appgallery首先如果你要确定一个程序 是否100%之前你可以通过appgallery 这是第一步你要做的 在appgallery然后你搜索你要的app 那如果你看不到在华为appgallery的话 好像如果假设trace together你看不到在华为appgallery的话 就代表 你不可以使用这个app在这个华为mattpad里面 那如果你说你看不到 这个trace together在你这个华为appgallery的话 这就代表这个app还没有完全被认可 所以第2步就是你必须去battlesearch 来下载这个软件 ok trace together ok 所以你一看到trace together呢 就算你搜索了 他还是在这边讲may not be compatible 就是 不符合华为的设备了 所以这就代表华为的设备呢 其实就不可以使用这个trace together 所以他还是会有一些限制和问题 即使你下载的这个软件 所以如果你还是无法看到这个软件在这个appgallery和battlesearch的话 你只可以 通过第3步去寻找这个app的 软件 ok 所以要怎样搜索呢 其实坦白就是只要你打apk ok 只要你打apk出来呢你就会看到这个downloadapk ok 那这里有很多应用程序 其实你还是可以 照样的 去找你的应用程序 好像我们来找trace together 所以如果你在这边找trace together的话 你还是可以看到trace together 然后你也是可以去下载 但是 下载的方式 apk其实是 不 可靠的 还是不可靠的 但是还是可以使用 ok 所以这是第3步 我觉得 好那现在我接下来讲蛮重要的东西就是 因为我们生活上去做工还是读书我们都使用到google.com 还有这个google sheet 对吗 那 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真的会死掉 所以使用到google.com editor的朋友们 尤其是学生或工作人士 这可能是你唯一想要知道的方案 那你有两种选择来使用这个google.com 那第1你还是可以通过webbrowser 就是 随便一个webbrowser 像microsoft edge 在这边 那你会看到这个是我的户口吗 对不对 所以你还是可以进入你的户口 通过这个microsoft edge 然后你按到你的google.com 文件这边 ok 好那第2步要怎样去使用这个google.com 这些呢 你要通过这个gspace 所以 在gspace呢 好你会发现他会一直跳这个 广告这些出来 那这些真的是很烦的 如果你要 避免这个广告呢 你必须要去 进户口 然后 upgrade成一个premium account 他才不会有广告 好那你现在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google的软件 坦白讲 好那你可是你会发现一点 没有google play store 在这边 ok 那 为什么没有google play store呢 我也是不明白 所以你就必须要通过这个google呢 广告 就必须要通过那个google的刚刚那边 然后进入到这个play store的状态 ok 那你才可以找到你要的这些软件 所以你像你不可以用的那些软件 其实你都可以通过这个gspace来使用 然后下载 看到吗 install 所以这些东西 像trace together 刚刚我跟你们说的 我看一下 所以在trace together你可以看到 你是可以下载 然后可以使用的 ok 所以你现在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打google.com 他会出现google.com在这边 所以你就可以去下载咯 但是我已经下载 所以下载的过后呢 这个google.com会在哪里呢 他会在 这个里面 gspace 所以你看到 google.com 还有google 所以你都是通过那个方式 去google这边 然后进入到play store 然后你才可以下载这些东西 真正装在你的 电话里面 就是这个gspace 所以 要怎样把它腾出这个 外面这个screen呢 你只要在这个gspace 他的app 他的app 你按一个 一秒两秒这样 他就会跳出这个东西 所以 他会问你要不要upgrade 你不用理他 但是你就是要create shortcut 为了方便你 直接可以点击去使用 所以你create shortcut过后 他就会在外面 所以 你现在就是可以通过这个google.com 然后点击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 看到这些软件 你这些文件 然后你按进去 他是可以edit 看到吗 所以使用了这个gspace 你是可以登录你的google 账号的 OK 所以就算google map 那些刚刚我所说的 不可以登录的话 你还是可以在这边登录的 好吗 OK Let's go 所以google sheet 给你们展示一下 所以google sheet 也是可以使用的 看到吗 google sheet 也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还是可以使用的 OK 然后是没有问题的 像没有打字 OK 全部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还是要依赖这个gspace 所以这个gspace 现在是非常的重要 在华为的设备里面 所以简单的说 现在的华为的电子产品呢 他都必须要有 三个软件 就是battle search AppGallery 然后gspace 不然真的是GG的 你是不可以用google的软件 好那希望我今天的视频帮到 你解决使用google 在华为的设备里面 然后如果你觉得 以上内容对你有用的话 你可以分享给你需要的 华为用户的朋友 或者是收藏起来 有一天你可能还是会要买华为 也别忘了订阅我 有疑问的朋友 记得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我会努力帮你解决 这些问题 好了想要观看更多视频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 我是任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我 我